主段措施期间宅在家里 大家都在忙些什么呢 一名南洋理工大学的学生 在家前来武士 开始研究起折纸 但这名男生不单只是 折出了传统的形状和花样 他还通过网上的资料和视频 试着将动力学融入其中 从原本是比较静态的折纸造型 化为动态模型过程 却是激发无限的创造力 通过不懈的努力掌握才能 全新系列特辑自学成才 今天一起去看看这名男大生刘子豪 是如何从自我摸索中 发现了动力学子工艺的奥秘 最终还成为了折纸网红 一张白纸能变出哪些花样 这种充满魔力的手工艺雕塑 叫动力学子工艺 结合了折纸 减纸等技术 为白纸赋予新生命 制作者刘子豪现年22岁 在南大主修产品设计和互动媒体 因为将创作放上网 子豪在社交媒体上收获不小的能力 甚至一度在论坛上引发热议 而这一切始于几个月前 冠病阻断措施期间 我们都必须待在家里 不能出去 然后我就在想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在家什么都不能走 我在网上查一查一些东西 刚刚好在Instagram上看到一个折纸的艺术品 这个折纸画家他的作品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我就在想我能学吗 然后我在想家里有纸当然可以学 善用家中唾手可得的白纸 子豪开始大量浏览网络教学视频 在一样画葫芦 没想到这一画竟画出了高人气 看到好看到这个作品 Eric Erberg 他是那个真正的艺术家 所以我就在想做一个自己的version 来给我自己在家玩 做了一整晚 花了六个小时 我就同样的把那个视频放在网络 在TikTok和Instagram睡觉 后天醒来的时候 看到了视频爆红了 就很惊讶很惊讶 没想到会有这种的反应 作品爆红后 子豪乘胜追击 除了观摩大师作品外 也通过不同的网络管道 吸收新知识 YouTube有许多免费的课程 来教你 一步一步地教你 怎么折一些摘纸的作品 还有Instagram有很多摘纸家 他们都很积极地支持 我学习的过程 所以我常常把视频放在Instagram上 他们都会留言 跟我说不错 还是你在这个部分可以 再折仔细一点 可能折好一点 那我就会 他们的提示 但这一切的启蒙 子豪说和一名老师有关 子豪念大一时 教视觉与形态课的 邢惠敏老师 布置了一份作业 要求学生选择一个身体部位 利用折纸 剪纸等技术设计一件可穿戴式的作品 结果意外的为子豪打开了纸工艺世界的大门 其实我已经教他差不多一年了 所以我知道他一想做的时候 请他一定会搬出来 或者是实验 搬出来 他的性格有点不一样 因为他很独立 所以其实之后我听到他利用这个Circuitbreaker的时间 继续体验 还有做各种各样的动作 我就觉得其实也不太惊讶 因为我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虽然每个子工艺作品 少说花费两小时 多至28小时完成 考验着耐力和体力 但子豪却甘之如鱼 从小我本身是做不定的 所以艺术是唯一的东西来让我做住长期的时间 为什么我不觉得累 因为做这个东西带给我乐趣 所以I guess 如果大家做他们喜欢 朝着他们喜欢的方向的东西去做 就不会感觉到累 所以这只是我喜欢做的东西 作品最终放上社交媒体呈现 除了子工艺本身的设计外 选择的音乐和剪辑也要额外下功夫 现在他还给了自己一个功课 那就是每星期至少创作一个新的作品 制成视频 放上社交媒体 他说这么做不是为了博取人气 而是言以律己的自我要求 我有几个idea 一个就是要把这种文化带进新加坡 教这些新一代的艺术家他们的文化 我也会继续每个礼拜放我自己的作品 在社交媒体和大家分享 就想鼓励大家 朝着他们喜欢做的东西去做 就可以开心 接着《市城有约》就不到这儿 欢迎你浏览巴世界资讯一乐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见 再见